第三題 平面上給定一個直線L跟兩個點F1 F2 那麼下列的盒子正確 A是說P點到L的距離等於P F1線段的距離 P點的圖形是一個POWER線 B是說如果L是F1 F2的中垂線 那L可以滿足P F1加上P F2等於2A 其中2A比F1 F2線段大的 這樣P點所形成的圖形會較為兩種對嗎 C是說如果F1 F2是同一點的話 滿足P F1加上P F2等於2A 那2A大於兩倍的F1 大於線段F1 F2的話 P點的圖形是一個有對嗎 其中是說滿足P F1減掉P F2等於2A 那2A是接在0跟F1 F2線段之間 然後這樣P點的圖形是 只有一個對稱軸對嗎 那1是說滿足P F1加上P F2等於2A 其中2A接在0跟F1 F2線段之間的P點所形成的圖形 並沒有漸進線對嘛 那哪些對呢 為什麼呢 好 這個題目我們發現說第一個它有一個直線 那有兩個固定點 第一個是說A是說這個到直線的距離等到固定點的距離 這個乍看之下是POWER線可是這是有陷阱的 因為我們說你的這個固定點是不能夠在我們的這個POWER線上 在這個直線上就是說這條是直線固定線 這個是固定點 固定線就是準線固定點就是焦點 焦點是不會在準線上面的 所以這個題目並沒有講說F1沒有在L上面 如果沒有在L上面的話 那它畫出來就是一個POWER線就會對 可是它如果是現在如果在上面的時候 在上面的時候 那我只要維持這條直線L 與F1這個點的這條直線上的點 這條直線L' 那它到這個直線的距離 其實就是到這個F1的距離都一樣的 所以這個不一定 這個是要當F1沒有在L上才是對的 所以這個是錯的 B點是說如果L是F1和F2的中垂線的話 那L滿足這兩個相加等於2M 然後大於它的話 圖形交於2點 對嗎 好 那就是說後面這個 PF1叫PF2等於2A 然後2A又大於兩個線段的話 那這個顯然就是一個橢圓的第一 所以這個是一個橢圓 那這兩個固定點就是焦點 當你的橢圓 兩個橢圓的兩個橢圓 那兩個橢圓的F1和F2 那它的中垂線就是這個中垂線 會跟這個橢圓當然交於兩點 所以這個是對的 B點 這是對的 B 好 再來C呢 就是說如果F1和F2是同一點的話 那這兩個相加會等於2A 其中2A大於F1和F2的話 那它的圖形是圓 對嗎 這個既然兩個是一樣 那這個也是寫成F1 其實就是變成兩倍的F1 會等於2A那就一樣把它約掉 所以PF1會等於A 那2A大於F1和F2 因為這兩個點從合 所以這是0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2A大一點 2A大一點就是A大一點 所以到一個固定點 P點是動點 到一個固定點的距離 大一點的時候 那當然就是一個圓 到一個固定點 那距離都相等 那而且大一點 所以這是一個圓 這是對的 那豬呢是說 滿足PF1-PF2是2A 那我們知道 就是說如果你是有絕類值 然後這個 比F1和F2還要小的話 那它的圖形就會是一個雙曲線 那我們現在沒有絕類值的話 沒有絕類值的話 其實是雙曲線的一支 這個F1和F2比較大的時候 雙曲線是2C最大 所以這個比較大 所以這個是雙曲線的一支 那它只有對的 只有一個對稱軸 只有一個對稱軸 對嗎 那你看一下這裡 就是說 你現在只有雙曲線的一支 那它的對稱軸 這個還是對稱軸 但這裡已經不是對稱軸了 因為這樣子才會這樣的對稱軸 那現在這裡還有一個對稱軸 所以它還有一個對稱軸 是對的只有一個對的 那一的是說這個 PF1和PF2等於2A 2A還是小於這個F1和F2的線段 大概0的話 那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就跟剛才一樣 是雙曲線的一支 那它都是PF1比較大 所以靠近F2的那邊的 靠近F2的這支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圖形有沒有見進線呢 還是有的 你的見進線本來是在這裡 那現在只有這邊 這個還是越來越靠近它 還是越來越靠近它 所以它的見進線 仍然是這兩條 所以這沒有見進線是錯的 這應該還是有兩條才對 OK 好 這個還是有兩條見進線 所以我們答案這個是錯的 所以我們答案要選的就是BC豬